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歪叔 还认识这只螳螂吗 对 就是这群刚孵化的小螳螂中的一只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它的赤牙已经很饱满了 也就是说 再退一次皮 就要羽化成成虫了 但就在前几天 一次喂食的过程中 被一只只剩下一半身体的蟑螂 咬断了一条后腿 它的腿刚断的时候 伤口流出了很多浅绿色的血液 现在已经愈合了 大家知道 昆虫的再生能力很强 掉个把腿什么的没事 很快就能长出来 那么大家猜猜看 这只螳螂还能长出新的腿来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一大早 我发现螳螂退皮了 这就是螳螂退下的皮 少了一条腿 接下来我们把螳螂取出来 看看新的腿有没有长出来 看到没有 长了一条小腿 不过这条腿实在是太小了 截肢动物如果断了腿 会在每次退完皮以后长出来一点 如果要长成跟原来一样大小 需要退好几次皮才可以 这只螳螂现在已经是成虫了 不会再退皮了 所以这条腿也只能长这么大了 有点可惜了 歪叔我 一个玩虫族的粗人 也搞不懂什么大道理 我只知道 Olegae 干你就完事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干好自己的事情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中国领先了世界几千年 我们暂时落后了几百年 我相信 下一个几千年的辉煌 终将是属于中国的 让我们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点个赞 投个币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